那接下来麻烦点回来订单 在产品叠里面 它的获利表现 甚至是同期比较 我要用的是产品类别 先插入枢纽分析表确定 接下来因为我想知道是各类别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类别 所以请勾类别 它的利润 然后枢纽分析确定 接下来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去做格式 所以千分位符号减少小数位数 还有请把它排一下去 接下来设计这个图的设计选择这样子 然后这张图应该叫什么 各类产品利润统计 它的知识是什么 弹工用品类别利润最多 这个叫做各类产品利润统计 好 我刚刚做几个动作 我做的是各类产品 一插入枢纽分析表确定 接下来做什么 做产品的主类别 所以列这边放的是类别 然后值这里面放的是利润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画这张图 画这张 再接下来麻烦请把它排序一下 由大排到小 接下来这边记住数字的基本的清理 标题以及写知识 还有换工作表名称 然后再接下来 咱们试试的千万物 无论 咱们试试 咱们试试 有讨论 地 咱们试试